反二十國集團峰會的示威人士 先在首爾站廣場集會 高叫反G20的口號 當眾包括南韓工人代表 學生團體和農民 遊行在集會兩個小時後起步 穿上桑服抬起紙棺材的南韓農民 先離開會場 大批防暴警察手持盾牌 企圖阻止他們離開 有示威人士衝擊防線 有警察說因為農民展示不許可戴的紙棺材 所以不讓他們前進 大衛免讓城暴力警方讓步 遊行人士繼續前行 沿途有上萬名防暴警察戒備 南韓警方說一共出動五萬警力 有警察說遊行隊伍中最少有二百個 穿著便服隱藏身份的警察 向我們派發這些記者被將暗中保護我們 又提醒我們要注意人身安全 有示威者強調遊行都是和平理性 批評警方暴力鎮壓 當地公會代表說 G20峰會 只是保障大企業權益 有示威者說集會遊行都是要和平表達反對G20峰會 他們促請各國加強保障工人農民的權益 遊行隊伍期後抵達南營車站附近 即是遊行的終點 大批警察架起水馬又捉起防護牆 部分人士又試圖衝擊但失敗期後散去 韓國昏頻電視記者 李仁影響在南韓首爾報道